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集我们要回应 是2024第一个主日 牧师就领受Effordness 放松2024 但是这个题目其实真的不容易的 牧师今天请了我们奇妙罗一的主日牧师 甘马牧师和铁松牧师在我们当中 我们一起来分享 怎样可以在一个这么动荡的世代 这么艰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Effordness 这样来跟随神 是放松 其实真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的 一开始就听到这么多不好的消息 是的 2024的罪幕 这么艰难 是啊 这么动荡 要放松也挺烂的 因为坏消息是不断的 不断的 战争又没有知识 都不知道何时可以停止 但是对于教会呢 教会也都要面对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教会 不是啊 奇妙罗一 奇妙罗一 我们已经做完手术就好了 但是肾脏的机能就向下滑 那是去年的11月 我再去做一个检查的时候呢 肾脏的机能跌得很快 嗯 那医生就refer了去一个专科那里看 那个专科呢 要我再次去做这个试试 那你在这个试试里面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 那其实你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之担心的 因为我太太也担心 我家人也担心 我跟牧师讲的时候 牧师也很担心我的健康 因为已经去到 是神衰竭的第四期 就是很容易去到第五期就要洗神 那么 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是很害怕 还有很有忧虑 真的害怕的 真的害怕的 但是在过去那段的时间 我开始接受了一些中医的治疗的时候 我的信心就在那里 但是我要面对 我现在最近 明天我就要去再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其实我今天 其实我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我出来的指数 不知是怎样 但是牧师这个讯息对我好 放轻松 放轻松 仰望神 我知道没有人说可以医到我 但是我相信神会医我 我相信神会医我 感受到我的心情 影响到我在一个服事里面 我也是一样 要尽心尽以尽力服事我的身 我相信神会看着 是吗 是吗 我们其实不知道 但是你今天可以仍然很轻松地坐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 很有信心地宣告 是 是 我觉得神体到 是哪里的 我自己听了这么说 放松2024 神要你放松 要我们每个人放松 不单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 不要害怕 不要调动 对于世界局势 我们也不会很害怕 要放松 我回想诗篇四十六篇 第一节就是耶和华 是我们的避难所 原文是 God is to us a refuge 然后第二段 是第四节 我又补充上 God is to us a refuge 就是神对我们来说 是避难所 神对我们来说是护城河 神对我们来说是避难所 就是我们面对外边环境的攻击 任何灾难攻击 它都是我们的避难所 它是我们的护城河 就是任何仇敌的攻击 就算病魔的攻击 它都是你的护城河 它会保护你 它会让你欢喜的 所以这样说 你知道神是避难所 又是保护你那条河 其实是圣灵 你可以开心的 可以放松的 你看看过去神这么多年 一直都看顾我们 看顾我们 所以内看神的作为 我们就可以放松了 我拖着你手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神的避难所在你里面 阿们 你投靠在神的避难所里面 祂是你随时的帮助 是你的力量 阿们 任何教会的环境 各方面环境的攻击 你都不需要巨化 阿们 我又奉耶稣的名宣告 圣灵是你的护城河 阿们 保护你脱离任何魔鬼神经的攻击 阿们 疾病的攻击 阿们 神衰竭的攻击 都不能够临到你 阿们 以后保护你 祂是你的护城河 神啊 你成就诗篇四十六篇 在甘华的身上 亦都在我们众同工 众弟兄姊妹 身上每一个的弟兄姊妹身上 阿们 保护我们 让我们可以放松 2024 奉耶稣的命 阿们 阿们 多谢牧师 加油 我们信神 宣告也好消息 阿们 阿们 好 贴心 我接着那个 金华叔叔 就是听完牧师的信息 好特别哦 其实我知道 他会讲四十六篇 但是我没有去看四十六篇的内容 但是当牧师 请翻译的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其实蛮赞叹 跟那个预言是蛮吻合的 那特别当我说我听到好多 不停的打雷 牧师就说神 耶和华发声 就是神打雷 是 然后又天灾地震 那个地震多么严重 移到海星去那个浪 那我就觉得哇神 真的是一个说话的神 那特别在牧师讲完了之后 应该说他在信息当中 很多都很感动我 其中有一句话他就说 我们要学习放松 因为你什么也不能做 你怎么样让现在的战争可以平息 不能 粮食危机你可以解决吗 你也不能 对不对 那你怎么可以叫地不震动呢 那其实也不能 就所有 我们觉得我能做通通都不能 那既然你都不能 那我们就要选择 相信诗篇四十六篇 今年神给我们的 然后我们就来分享它 那特别是 牧师最后做了一个 先知性行动 对 那我 我以前不懂 什么先知性行动 是认识牧师以后 才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 以前就会 刚开始牧师做说 我们来做一个 先知性行动的时候 我里面会嘲笑他 我就 然后就跟他在那边玩游戏 然后就说 来来我们跪下来 你这样很认真喔 他就说 来来我们跪下来 那也这个也OK 我们现在来祷告 然后他就说 弟啊 我爱你 然后 六一爱你 如果有人要来买你 你不要卖给他 你只卖给六一 我 就是你会觉得 啊 这样有用的吗 还有 你会觉得 弟 弟他真的可以听你的 你明白 可是我就发现 这么多年走过去 牧师所做的 每一个先知性行动 在灵里 我觉得牧师对神是认真的 神对祂是认真的 神对祂是认真的 就是祂所做的先知性行动 后来你在 走过 你再 一个一个都成就 真的好多地 都是不可能买到 但我们真的都 祂都卖给我们 然后就要佩服我佩服 好 那这次在做这个先知性行动的时候 我的里面 就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知道 祂是会成就的 而且我看到 每一个弟兄姐妹 真的奔向 神的这个避难所的时候 我很感动是 我看到每一个 弟兄姐妹的表情是认真 很感动 那好多人 就是这边信息 我觉得包括牧师的见证 很触摸很多人 不是姐妹 当然姐妹也有很多人感动 可是我发现 这次好特别 好多弟兄 跑过来抱着牧师 然后甚至有很多人 上阶体看到牧师 就 就已经是这样了 我 我很赞叹 神的作为 所以我知道 今年是不容易的 就像牧师讲 那个序幕就很难 对 就是那种灾祸 一个接着一个 你根本没办法想象的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哇 那个 虽然今年是这样 可是诗篇46篇 是如此真实跟宝贵 还有加上这个先世的行动 我觉得在这一年 我们一定每一个人 都会经历神很大的保护 跟看顾 所以这是我里面的 一个去月跟信心 阿们 神很同在 其实我选了 诗篇46篇 成为今年的信息 2024的信息 当然是在1月1日之前 已经减了 但一到1月1日 发觉 新闻上面 日本的大地震7.6级 就好像诗篇 石鹿片里面所描述的一样 我知道 神是很认真的 给我们今年的信息 要我们放松 面对这些困困 面对仇定的攻击 我们真的 知道神的作为 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放松 阿们 所以到最后 我们有这个先知性行动 是吧 就是这张照片里面的先知性行动 听节目很喜乐 很有信心地上台 进入神的兼固台里面 我相信 我们灵律这样做 而真理亦都这样说 我们这样相信 这样做 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自然间会发生的 我真是相信 让弟兄姊妹 在兼固台里面 会带得平安 可以放松2024 今年虽然不容易 但是我们是很容易的 因为有神 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领受 努力 不是不做事 是我们奔向神 阿们 进入祂的避难所 兼固台 神一定保护大家 阿们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K